陪洛西已經到亞洲了 郭君有做什麼特別準備嗎 不管怎麼問 總統就是不會回答 儘管府方很低調 但蘇貞昌張開雙手 熱烈歡迎 對於外賓的來訪 我們都會做最妥善的安排 而相關的時間 其成等等 也當然都尊重訪兵的規劃 根據法國媒體報導 陪洛西將在8月4號抵台會見總統 不過南海國會議長證實 當天上午會和裴洛西會晤 4號訪台機會似乎渺茫 根據華郵專欄作家羅金分析指出 裴洛西最有可能訪台時間是 週二晚間或週三上午 在攤開幕前已知行程 1號2號拜訪新加坡 同天抵達吉隆坡拜訪馬來西亞 2號晚間跟週三白天 似乎最有可能降落台北 聚小姐在台兩間飯店也早已定妥 因為4號上午韓國議長也證實 將要和裴洛西會談 韓國媒體也稱 5號將會抵達日本 技術降落為由就是 中轉降落台北機場進行加油 從新加坡到日本的這個橫田基地 大概4500公里 所以是可以不用加油之飛 抵達的 但是基於安全的考量 就是也可以在中途進行加油 以提高它的安全性 專家分析 雖然航程上其實免加油 但以安全為由 就可技術性合理降落 但周邊局勢危機感攀升 傳輸國軍內部戰備等級升級 所有主力戰機加強戒備 防止可能衝突發生 對此國防部低調表示 共軍一切威脅都有完備計劃 有無升級不證實也不否認 讓佩洛西的訪台議題增添更多瑕象 今天是你們會講話於台北藏寶島 美國中院議長佩洛西訪台消息 尚未明朗 最新傳出他訪台的時間 可能落在8月2號 但目前為止 佩洛西公佈的新聞稿中 訪問國家仍沒有異動 維持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南韓和日本四個國家 CNN研判 佩洛西最有可能將台灣列為非官方訪問 避免進一步刺激中國 3月時曾率團訪台的 美國前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穆倫 也大膽研判 佩洛西將排除萬難造訪台灣 因為佩洛西可是在30年前 就在天安門拉黑布條抗議 近幾年也不必會在香港 新疆和台灣議題發生 只是這次亞洲行 佩洛西似乎在最後一刻 才調整行程 根據港媒報導 佩洛西決定優先造訪新加坡 是想先征詢李顯龍的意見 而新加坡學者認為 佩洛西之所以沒把台灣列在行程表 是美國對北京關切的一種妥協 但不是屈服 台灣非常疲倦 所以像佩洛西一樣的訪問 會廣告台灣的觀點 我也是 一名是蔡英雲是一個很強的領導 很舒服 在她自己的皮膚 理解問題 在佩洛西亞洲行之際 美國與印尼週一展開代號 神鷹盾牌的聯合軍演 這次還邀請英國 澳洲 日本參加 演習的時間點相當敏感 DVN新聞 綜合報導 澎湖馬公機場駐紮的天驅部隊 ITF戰機升空 不過仔細定格看一下 上頭兩側機翼掛上了響尾蛇 短程空對空飛彈 肌腹掛了天艦二型中程飛彈 標準兩短一場配置 只不過這時機點非常巧 難道是因為一號一大早 中華民國空軍廣播 位於台灣西南公域 高度極限公司的中共軍機注意 你已進入我空域 印象我非常安全 根據軍事迷截入廣播 早上九點和九點零五分 疑似運發遠干機 入侵我西南空域 但據瞭解當下可不單單 只有一架而已 大批中共個型戰機 兼系列空警運發 接近海峽中線 同一時間澎湖周遭 我在空機也只有兩批四架 後續升空戰機也全部掛實彈監控 時間點又在佩洛西訪台之際 讓外島局勢格外緊張 各項戰機緊急起飛 而且戰艦緊急出港 更讓民眾感覺心裡不安 因為我們都知道 萬一到訪台灣 確實會引起兩岸情勢緊張升溫 不只戰機升空攔截 馬攻軍港也有大批軍艦出港 艦號1107的成功級巡防艦紫衣艦 和艦號609的錦江級巡邏高江艦 一前一後出港 海巡PP艇也在港區穿梭 大批軍艦突然一起在港洞起來 引起遊客圍觀拍照 但前艦長認為持機很敏感沒錯 但也不能一口咬定 就是為了佩洛西 我們此時恰好是演訓的熱記 有這些叫做比較密集的軍事活動 其實未見的是反映 我們真正的海峽情勢的身位 對此國防部否認有提升戒備澎湖軍情 目前一切正常 軍艦也是例行出港 但在對岸頻頻嗆聲之際 我軍各種大小行動難免讓人多做聯想 7月31號位於北京的人民大會堂里 舉行解放軍建軍95年招待會 頒發獎章行李如意之外 中共黨媒求是也在八一建軍節當天 回顧5年前習近平在建軍90年時的說法 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 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 我命令全軍指戰員 大陸央視重播習近平5年前對軍隊下的指令 要求隨時備戰 但放眼未來 解放軍要面對的國際情勢恐怕比當年更複雜 日前美國海軍宣布要在2045年 打造出373艘载人艦加上150艘無人艦的艦隊 大陸媒體就直言這是衝著中國而來 他要秉持這種冷戰思維大國對抗 而不是說為了像過去比如反恐 那恐怖分子或者是海盜 他沒有這麼多的比如先進的裝備 據統計截至2020年底 解放軍艦艇總數已經達到360艘 超越美國的297艘 但要比航空母艦數量性能跟噸位還有不小的落差 再看國防運算 今年美國是8000億美元 中國大陸則約合2155億美元 但比起美中長期競爭 眼前更迫切的問題是美國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隨時可能到訪台灣 我們已經多次表明堅決反對 佩洛西眾議長訪台的嚴重關切和嚴正立場 1號下午到了外交部重申 解放軍不會做事不管 必將採取反制措施 TV的兄人蕭英強 莊志偉 綜合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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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谢谢观看